大家好,我是Aust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火爆了全球的爆款系列 它是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Botanic Collection 它是一个专门为成人设计的跟植物和花素有关系的一个子主题 目前出了两个套装 第一个套装是10280 Flower Bouquet花素 还有一套装就是10281 Bonsai Tree日本盆栽 在这两个套装发售的第一时间我是入手了盆栽 我认为它的概念是非常好的 第一,它有绿色植物的一个形象 同时又是一个精巧的摆件 最重要的是,你还不用浇水去维护它 放在学习桌或者办公桌上 那真是基本上是完美的一个呈现了 那么针对于10280花素这个套装 我在最初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因为我的家里常年是有绿色的植物和鲜花的 我当时还跟身边的一些小伙伴说 谁会去买这样一个假花 没有气温,没有温度 现在看来刚刚发售的一个火爆程度就打了我的脸 那么我今天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两个套装火爆的原因 和给出大家一个目前的一个购买建议 第一个原因 这次乐高在概念上玩的其实很好 两个套装使用以植物为原材料的塑料材料 加工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折糖的碳中和工厂 是不是没听懂 简单来说就是这两个套装更环保 环保的概念用在这两个以植物为主题的套装上 也再合适不过了 第二个原因 这两个套装的瘦正面相对是比较广的 传统意义上 大家还都认为乐高是给小朋友玩的玩具 目前在中国市场 主要的买家是80后和90后 但是这两个套装我有充足的理由 相信它们可以吸引更大年龄的玩家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带着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爷爷奶奶去买乐高 让他们为自己买一个玩 他们会选哪一个 那我相信Botanical Collection 这个系列会被他们挑选的几率 应该会比其他的系列又高 在不久的未来 我也可以想象乐高的作用 不仅仅是锻炼孩子的空间感 逻辑思维 手指力量的精确度 也可以让中年人解压 在喧闹繁杂的职场达到心态平和 让老年人在空闲之余 继续锻炼思维的敏锐度 增进手指的灵活度 还有就是我一直强调的理念 当一些主题是针对成年人设计的话 那成年人是有负担能力的 他们拼好了更多是为展示和装饰的作用 那这样的套装升职的几率会比较高 最后一点 我猜测乐高在下一盘大棋 他正在进军家装行业中的软装市场 从去年的艺术化到今年的Botanical Collection 这些都是家装修的作用 那当然乐高在软装行业 还丝毫没有一席之地 但是当潮流的力量浸入文化中之后 那他会如滔滔江水 势不可挡 当一双篮球鞋成为潮流引领的时候 不打球的你 可能也会买一双乔丹鞋来穿 当rap成为大家都喜欢的音乐形式之后 说唱可能就代替流行成为了主流 那你当你身边的人 都用乐高作为家装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考虑一下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 乐高在这个领域 将有很好的发展 此时此刻 这两个套装 应该很难找到授权店的零售价了 那我们看一下海外亚马逊的价格跟踪 那2月份到现在 10281盆栽最高价达到了186美金 那目前的这个亚马逊价格是124.29美金 10280花束最高达到了137.99美金 目前价格109.93美金 那一般情况下 亚马逊的价格会比一倍 或者本地交易的价格会高一点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那么针对入口建议的话 那这两个套装是Botanical Collection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套装 目前无法精准地预测这个子系列的绝版时间 但是我们回看它的母系列Creative Expert 平均下来在售时间是37个月 所以我觉得有机率 这两个套装会在市场上存活两年以上 所以还没买的小伙伴们 我建议不要追高 耐心地等待补货 最后讲一点关于这两个套装的一个展望 我认为乐高很有可能走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严重控制它的产量 供应量很小 一惊不惑 任何地方都会马上受空 用这两款产品去炒Botanical Collection 这个子系列的热度 之后会大量地用其他的套装去赚钱 第二个策略就是之后会大量地捕获 让所有的乐高玩家人手一个 用这两个套装的热度来切进软装市场 这两个策略你认同吗 或者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性发生 哪一种你觉得更有可能发生 留言给我 上一个视频一周以来 受到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评论和讨论 一共受到了2000多个留言 所以在这视频的最后 我要揭晓一下谁才是真正的新鸣了 这2000多个留言 我把它们对应编号一一放在的小系统里 也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不是最科学 也是最有效的 这是我能想到最节省时间的一个抽奖方式了 好吧 我就开始抽奖 恭喜491号这位粉丝 我会去爬楼去找一下491号这个粉丝是谁 我之后会公布在视频最后 好吧 那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 记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键三连 拜拜